成州检察院,第一监狱和辖区海湾派出所三方联合出击,抓捕了一批靠监狱生存的前客和按摩女,冯森就在其中,熊绍峰和罗欣然连夜提审冯森,冯森亮出真实身份,承认他是检察院派遣的巡回检察组的组长,代号叫九转肥肠,任务就是重新调查省广军杀人啊,而且今晚的行动就是他提供的线索,罗欣然和熊绍峰都惊呆了,没想到眼前这个不修蝙蝠的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卧底英� 熊绍峰赶忙给他打开手铐,郑瑞是冯森的亲儿子,他的母亲郑伟丽被多辆车碾压致死,冯森三天以后才回家,郑瑞认定是因为他得罪了人害母亲被害,对他恨之入骨,父子俩至今不来往,没想到在这样的场合再次相见,郑瑞一直守在审讯室门口,想知道里面的情况,冯森想从前客和按摩女身上打开消息,就让罗欣然和熊绍峰痛打他一顿,借此取得前客们的信任,他们俩下不了手,冯森就把自己弄上, 还大声喊着警察打人了,熊绍峰把冯森送回滞留室,郑瑞看到冯森鼻子里有血迹,误以为罗欣然他们所为,当场和他们理论,罗欣然对他置之不理,向熊绍峰汇报了刚才抓捕行动的时候,郑瑞故意放走冯森的事,熊绍峰大惑不解,只好让程所长再把冯森叫来问您缘由,程所长对外星人进行审讯,他交代出同伙是冯森,程所长假装严厉,把冯森叫出来交给熊绍峰,冯森承认郑瑞是他的亲戚, 是他的亲儿子,郑瑞昨晚想偷偷放走他,熊绍峰很吃惊,冯森当即决定召开紧急会议,向熊绍峰等人透露了,最近一周暗访的线索,徐大发的家人恐吓威胁胡雪蛾,扬言要加害沈广军,还利用沈广军手臂骨折栽赃赃陷害郑瑞,冯森觉得美珍都很可疑,让罗欣然负责调查此事,罗欣然认定他是为了给郑瑞洗白,对他冷言冷语,程所长送冯森回滞留室,冯森让程所长当 冯森将着所有前客和妓女的面揣他一脚,程所长只好照办,冯森一回到滞留室就狠狠教训了外星人,警告他们不许乱说,还向前客们打听甩棍的消息,按摩女方小林承认见过甩棍,显游文连夜准备了瞎脚和方便面,熊绍峰和罗欣然一边吃饭一边商量案情,显游文赶忙躲出去,罗欣然建议限制郑瑞的自由,柴明楚答应向陈永汇报再说,熊绍峰知道罗欣然是故意针对冯森,因为原红伟和冯 冯森要求他留在成州重新调查930案件,导致他不能顺利调回省院,连结婚的事都耽误了,熊绍峰劝罗欣然不要一气行事,罗欣然对此事耿耿于怀,坚持要让郑瑞停职,显游文忙前忙后打扫卫生,心甘情愿为大家做后勤工作,熊绍峰劝他早点休息,他乐此不疲,陈勇让沈浩通知郑瑞暂时停职,郑瑞了解到这是罗欣然所为,气得无语,他莫名其妙做了冯森的替罪养,沈浩拼 拼命安抚郑瑞,民警对前客们一一进行审讯,滞留市就剩下冯森和方晓菱,方晓菱对冯森百般勾引,冯森想从他口中打听甩棍的下落,武强,熊绍峰和陈勇等人在监控室关注着冯森和方晓菱的一举一动,陈勇已查代酒,恳请武强尽快查清楚前客们的幕后主使,也好为监狱的干警的洗脱嫌疑,冯森和方晓菱划拳,他们俩玩真心话大冒险,冯森玩输了,就讲述了妻子在地下车 被多样车碾压致死,他一心就想为妻子报仇,方晓菱被他的故事感动,武强等人也为之动容,冯森向方晓菱了解到黄四海故意杀人,却被熊绍峰斡旋定为过失杀人,武强赶忙关掉监控,不想听方晓菱胡言乱语,沈广顺开车送胡雪鹅来到前客集聚地,得知他们昨晚都被抓了,亲至做不易,记得关注我看下一集哦